我的名字是吴浩然 我23歲 現在我學了四川音樂音樂 我學了楊琴 什麼意思 楊琴是名為東京的 學楊琴有什麼比較好玩的事嗎 你可以跟各種各樣的樂隊合作 可以獲得各種各樣的經驗 這麼百搭嗎 楊琴 很百搭 因為你看楊琴都是一般都做試練樂做C位 楊琴對於一個組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你喜歡嗎做C位 有一點 楊琴講得很好 你是之前你出國留學過學嗎 玩過一段時間 不能說是留學吧 只是說玩 去過日本 然後去過德國奧地利這些地方 是因為有古典大師們在 所以你其實除了楊琴 你還很喜歡西方的這些音樂 對 我比較喜歡交響樂 覺得楊琴能跟交響樂融合嗎 覺得是完全能夠融合起來的 我就希望能在中國多走一走 去看一看圖國的大火山這些 就是我認為這個大自然 就是你無論是登山 徒步 還是郊遊這些 對認識音樂還是有很大幫助的 人籃是不如地籃的 然後最後是不如天籃的 所以我覺得大自然的聲音 是音樂最重要的一個來源之一吧 了解了這個大自然的聲音 還有可能在自己音樂上面有更多土 確實是無知境的 這個確實是無知境的